11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参加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 并在会后向记者介绍情况 她表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近期局势而发生改变 林郑月娥表示,虽然过去几个月,香港受到社会动荡的困扰 但在粤港澳大湾区跟进工作上,香港政府依旧非常积极 在记者会上,她亦公布了此次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的成果 在会上领导小组是同意了一共有16项的措施 分别是属于三大的类别 一方面就是为及市民,主要是港澳居民的政策措施 第二类就是协助专业界别进入去与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措施 第三类就是配合我们要建设与港澳大湾区成为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林郑月娥逐一简要介绍了16项措施的内容 汇集市民方面,包括便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 支持香港居民在内地使用移动支付 保障在粤工作港澳居民子女与内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教育等等 扶持专业界别方面,对于香港律师界、建筑界、保险界、债券界 均有政策予以支持 创新与科技方面,则支持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对动物原性生物材料入境内地、内地人类遗传资源过境港澳 均予以便利 在记者会上,林郑月娥感谢中央政府公布一系列 汇集香港社会不同阶层市民的政策措施 认为此次推出的政策措施涵盖范围广泛 亦是特区政府一直努力争取的政策创新及突破 有助巩固和提升香港在金融、医疗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传统优势 以及发展创新及科技等新经济增长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